线上教育逐渐成为大家接受的学习方式 2015年产值超过10亿美金 而亚洲是发展最快的区域 一般大学也开始采用线上教育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 线上教育给了学员更自由的时间 更多元的选择 并提供了更有效的学习方式 此外,许多企业也使用线上教育进行员工训练 学员在线上习得的技能 也可以直接用于求职 全球企业Google也和线上平台合作 培育诚实开发者 并提供工作机会给优秀学员 然而,大部分线上课程是英文 门槛较高 Yota是台湾第一个整合线上与实体课程 全中文的职能教育平台 Yota的意思是非常非常非常多 在海量资讯当中挑选 经过严谨的规划与设计 安排一系列有浅到深的课程 同时整合线下与线上 让学习更加全面 15岛上的课程 能够快速成为你的专长 获取多一份收入 帮助你在前往人生的下一个目标时 能够走得悠然 到得轻松 Yota 下一座更高的山头 12岛上的表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